外送員一出拳 两个人爆发肢体冲突 打到摔在地上 头破血流还不放过 旁边的人怎么劝 谁也不让谁 两个人被拉开了 挑起事端的外送员 怒气又转向别人 拿起安全帽当武器 你拿椅子丢我 我用桌子回敬 外送员眼睛瞄到 有镜头在拍 又想找麻烦 结果被喷辣椒水 直见他一脸痛苦 事发在17号台南娱乐街的这间素食店 外送员大暴走 起因于店家给他负贫 于是他上门理论 没想到现场大小声 反而让其他的外送员看不下去 爆发肢体冲突 这名郭姓外送员到店家理论 既然和其他外送员爆发冲突 店门口大乱斗 把桌椅都砸了 对于闹出打架纠纷 店家生意造作却低调 不想多谈 外送业者也发声明强调是个人行为 无从评论倒是打架的当事人 除了接下来无法接丹安杯带回警局 还互相提告 通通被依伤害罪移送 TVBS新闻顾首昌台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